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今次 stair的叉烧猪颈肉 叉烧猪颈肉呢? 我们就先买些猪颈肉 这是新鲜,回到洗洗 如果你的猪肥胖的话,就先撇撇 如果你没有的,不然很便宜 你就可以买些冰冰床 雪藏,冰了,解冻,啤水解冻,瓶干水,那就可以了 那我先剪掉这些肥肉,为什么会再说呢? 稍后再说一些事情给大家听 我都会觉得这些肥肉很肥的,剪掉这些肥肉 继续讲一下猪颈肉,剪一下它,尽量剪一下它 那些筋,一会再剪两下,这些呢,剪掉了出来,不要的 那如果你家里的刀也可以剪掉,那我恭喜你,你已经很厉害了 那我这把刀也剪掉了 剪不出来,就剪十字花,轻轻剪一剪 稍后再剪十字花,再剪两下,再剪一剪 这些血丝,我剪掉它 那如果你说,这么麻烦,你回来剪,那它是新鲜的猪颗 是新鲜的,不要太旺,不要太旺 这些猪颗都会有空少少,你还要帮你剪 有些人会很有心思,拿一把刀仔,帮你慢慢剪掉 是真的,那我剪一剪十字花再给大家 剪掉那些不漂亮的油,留一点就行了 不用太多,但是你又不用怕,去都不用怕 它里面也有很多油 那我们剪十字,通常你会看到它的纹 这样去的,我们第一刀是这样剪的 这些纹是这样的,它是两边的,我们先剪一条粗纹 看到吗?这样剪,一条条去,我们先剪一刀 我们用斜花剪,什么叫斜花? 我剪了再剪一刀给大家看 这样的嘛,要这样的纹,我们先剪断了 第一刀剪断了 接着呢,你不要这样剪,会这样剪不漂亮 我们用斜刀,用零形这样剪 轻轻剪一剪就可以了 我都会剪深了,不过我喜欢剪深一点 你轻轻剪就可以了,最好剪吧 那剪完之后有什么要做呢? 那现在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剪一剪之后 有时间的话,如果有玫瑰或者福德加 放少一点下去 那如果没有的,那你放少白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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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酒都没有,就放少一点酒吧 什么酒都好 那这些有玫瑰露 放少一点下去 大约一汤匙 然后这要两块猪颈肉 那这样选猪颈肉呢 老虎选择厚一点的内局 有大吃大 那我们捏一捏它 我们有时间呢 就腌回它几个字了 一头半个钟就最好 没时间就腌一下几个字 那这次我就不用那些什么色素的 什么都不用 用最简单的 不要说我又玩了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 你怎么这么漂亮 那这些东西 当然可以的 那我就不用花红粉 我用天然的 南乳和老抽 用这两个颜色不同 那其实呢 今天呢,我昨天说了猪颈肉 我很生气 我用了这个 六七成的熟的梅 来浸这个威士忌 所以 那条片又不见了 刮掉了 那这个是拿了第一次糖 我计算是第二次糖 或者第三次糖 应该是第二次糖 那才跟大家说 第二次冰糖 因为糖都差不多用完了 但我们不要这么大力摇 有空来刀刀 温柔一点 不要刷掉它 我这些梅子没有戒 那下次留回 日本梅子来说 那现在的梅子熟了 现在浸酒还可以的 但我没理由再拿威士忌 我打算 那些街市的转青梅 就是浸一次 浸一次威士忌 接着留回 过多个多月 那出日本梅 那些南高梅那些最多 那才再浸 那才再跟大家说 那这边都有灑个青 那用一些酒洗过来的 用一些cheap的白酒来洗 就是十多二十度的 那些厨酒来洗 就是 那不是浸了很多 用一些来洗 洗瓶的 那现在这个酒就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专专给大家看这个瓶 好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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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爆一下 先 那 一会儿再说 那继续讲 叉烧猪颈肉 那就是干葱头 如果没有干葱头 那怎样呢 比如你在外国 其实你用洋葱 用枝洋葱 代替 那些头头味不可以 那就是姜 如果在外国买很贵 尤其是在澳洲 那你当然不要拿去 离开了 那这儿 我们这些多刀 用两件 那你什么 那你吃龙虾 那不是便宜的 我不用串 就是说 我自己用它 用来 简单 如果你在外国不够红 想要红一点 其实你可以用 那些月桂叶 就像那些月桂叶 我女儿帮我 在 在新加坡 很大包 十多二十元 那麽大包 那些味道 都可以的 我有点空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那些南鱼 我们是主角南鱼 一只鸡蛋 鸡蛋有 全世界都有 鸡蛋 鸡蛋 这个是灵魂 灵魂 但是南鱼 也是灵魂 没有就 没有可能放腐乳 也可以的 那南鱼 放一磚左右 两片 我们放一点汁 放一点汁 两斤汁 没有那么多好咸 一磚 一磚腐乳 再放一斤 因为我现在 我不给食素 我不给颜色 我先收拾一下 那这个又很差咬 这个是厨厨 厨厨 有人放有人不放 那我今次就放厨厨 有些会放厨厨 我少少就可以了 厨厨厨 吃酱 有些会放麻酱 即是在芝麻 混合了酱 很稠 一瓶的 是放麻酱 那没有麻酱 芝麻酱 那些会用花生酱 来代替 是真的 很多酒楼醃的东西 都是用花生酱 有放花生酱 就是这个牌子的花生酱 我没有点给你们 有些叶猪扒都放 酒楼是酒楼 那我们放一点生粉 生粉 用来黏住 滑一点 那个肉滑一点 还有有些汁 可以黏住 其实这里有很多豆用 就是 南乳 是用黄豆来制造的 它都会黏住 这些汁 现在没有生粉 可以用面粉来代替 面粉来代替 胡椒粉 有加少许 如果你没有胡椒粉 就是 转下去 就是这些 我喜欢有些黑椒味 那些是个国人喜好 这些伙子也有少 有些在留言 少认我 我说 哪有人加胡椒粒 你懂不懂 你 我自己吃过铁士吗 特别我做生意 我一定要加胡椒粒 你吹我脏 是不是 这些东西都无缺位 就立刻 禁掉它 那些黑椒粒 这是我自己个人喜好 因为我觉得 始终这些猪肉有些鲜味 它说新鲜 其实我觉得是 太猪冰鲜 冰鲜太猪 我觉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些很贵的 捏着黑毛猪 这个五香粉 应该是20%的 五香粉 很简单 这些没得卖的 就用花椒粒来代替 五香粉 少许就可以了 一两克 一两克就可以了 先试试试试 够了 全非不够 还有什么 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是没有味的 那我们要加少许鸡粉 一点点 一点点 我们的厨房手 忍不住 要用鸡精 尾蒸鸡粉 其实尾蒸 尾蒸是好东西 不过来的 那我们要加些生抽 就是一个生抽 什么生抽 大家可以加少许 加少许 因为它没有咸 它的咸味 就是只有南乳 和醋后有少许咸味 可以加少许 这个醃几个小时 就可以做到它世界 你可以醃过夜 通常醃两三个小时 也可以焗它 用锅炉焗它 加老抽 那么就要加老抽 加多一些老抽 差不多 这是一汤匙老抽 接著就戴上手套捏一下 我先撿一撿 我們先撿一撿 放在保鮮袋裡 不是保鮮袋 放在襪子袋裡捏 保鮮袋有機會被壓穿 明白嗎? 接著在捏著它 揉它 揉了糖 神經病 神經病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先說自己神經病 糖就很恐怖 很多 白砂糖 是白砂糖 立刻 records手套 清洗手套 不要誤會 戴時手指是伸出來的 滑曬 用手拿一拿一拿一些牙 例如你有菜馬 假設你有芫荽頭 可以丟下去 幫它快點會變軟 如果今天我沒有菜馬 我可以放多一些玫瑰露 如果你有菜馬好多 例如你有西芹,頭頭尾美 那些牙要放大一點 最後會不要的 焗它一會兒就撥開這些碼 所以這些碼就切大顆一點 明白嗎 我們預備 乾蔥其實可以不用切絲 乾蔥頭可以整顆 更正 有些放陳皮的也不說了 那種玩法 現在拿開它 把它弄一弄 我拿回主鏡 我們一會兒煮一些糖 用鼻子給你看 這些 這些傢伙的東西 你想想在酒樓裏面 廚房出品部 就是中菜 然後點心 然後油雞 廚房 首席的那些 叫做 叫做 叫做大婆仔 那 點心叫做義奶仔 一向都叫做義奶仔 那油雞是什麼 油雞排第三 油雞排 又便宜 信不信不信 那就醃它 我喜歡深色的 我喜歡深色的 那它介了十字 那你醃它那時候 就放雪櫃醃 我通常放雪櫃醃 因為在香港 那 就 放雪櫃 那 那 就 一小時 半個小時 就把它翻翻 那我用一個袋子 醃它 焗的時候再說 噗噗噗噗噗噗噗 那我醃了兩三個小時 大概 我醃了兩三個小時 然後就會鋪布 에 然後把褸爐舖都拚走 那你的烤爐正在預約 你的烤爐厚最主要最主要 通常220-220 已經最主要 現在我的烤爐230 通常 半個小時會鬆一點 半個小時會鬆一點 一時時釋 Tuesday 通常七至八個字就完成了 你知道焗爐的位置比較熱 就把厚的位置放在那裡 因為我的蒸焗爐 面向這個位置比較熱 所以我就放在那裡 汁可以用多一次就行 加一點味道 最多用多一次 汁不停會沖淡 邊邊都沒有所謂 盡量用手也可以 我們用手可以撿一些香葉 摸一些東西 盡量撿走它 一路用大火就可以了 中途就每隔兩三個字看 反反它來燒 反的時候再跟大家說 我們不受火的位置 火大的位置就向著它 對,這些薄的要向另一邊 明白嗎? 豬肌一定有塊厚 一定有塊薄的 焗了十多分鐘 這樣就反反它 十多分鐘 應該十分鐘 我們反反它 再焗 依然是二百多度去的 旁邊不要碰到旁邊的焦了 我們再去焗它 好 趁它吃的就是用蔥油 這個盡量有很多蔥油 那些不說 說過很多次 趁這個甜豉油 這個甜豉油我特製的 那些不說 特別一點 我們加一隻鹹蛋 熬個今晚喝這個老頭湯 不能輸 繼續 那些鹹蛋 一邊 油 煮了十多分鐘 開始熬得很漂亮 很自然 你不要走開 二百多度 二百多度 焗到油 油 要著火 再煮一點油 再煮多幾分鐘 再煮多幾分鐘 然後我換了這張紙 這張紙我不要 這張石紙 它會換 但紙都會焦到 要著火的 這樣油 不是玩的 自己撿完 再煮多幾分鐘 我準備上蜜糖 小心 有很多油 我們現在先換一張紙 因為現在要塗蜜糖 那我們就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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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換一張紙 先換一張紙 先處理一下 先處理一下 油小心 油小心 先處理一下 先處理一下 好恐怖 我們先處理一下 先處理一下 這裡 我們現在就 焦邊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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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焦邊 焦邊 焦邊 我們要塗蜜糖 然後蜜糖 我蜜糖會怎樣塗呢 蜜糖 下了之後 不是蜜糖 是糖漿 下了之後 再煮幾分鐘就可以了 盯著它 不要走開 很快焦 這些在759買的 很方便 我通常會怎樣 我懶得掃 弄髒我掃 懶得洗多一件事 好 然後再放進去 現在就 我們倒完第一次 蜜糖 就三兩分鐘 現在我們開 先把蜜糖 把蜜糖放進去 其實呢 我們倒完蜜糖 其實可以 不用再焗 好 今天就焗了 年輕一點 這樣 差不多了 再倒一會 再焗幾分鐘 兩三分鐘 不要走開 很快焦 多一點 多一點 好 又焗幾分鐘 你準備好了嗎 好 好 那 就 搞定了 這個 支頸了 一塊 兩塊 兩塊 這些蜜糖也有 可能 就這樣 我們可以再放一點 蜜糖上面 或者頂 慢慢滲下去 那就搞定了 非常美麗 很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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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不用切出來 一定會軟 一定會軟 我講的 本身的豬頸是軟的 那就搞定了 多謝收看這次 通常 有時候我下班 收到早 四點鐘 通常我會直接爆出來 做這裏 首先找些玫瑰露 或者有洋蔥 有些芫荽 不斷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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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 先休息一下 多謝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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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